那天也是跟今天一样 上半天迟到了 最后的十分钟左右 我就要到店了 然后上车途中 他就有多次的 有手腕伸得很长的 撞击到我个人身上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了他一眼 他也看到我了 应该来说离胸部也近了 因为我当时很害怕 我有躲 我有抱紧衣服 但我没有发出声音 因为我就是想要尽快地下车 当天10点19分 小周的男友帮他打了一辆滴滴快车 总路程不到三公里 车内没有视频监控 但有录音 小周说 他当时没有发出声音 司机郑师傅否认了小周的说法 他说了吗放屁呢 我连一句话都没有 我连一看他什么样 长了什么样我都没看 我什么 我什么那个 你拿出证据来呀 你没有怼我 你拿出证据来说我怼你了 我怀疑就是你在怼我的同事 不得意抢走了我的手机 小周说 他下车后想去买早餐 才发现苹果手机不见了 之后他让男友去联系司机 自己回小区调看了监控 确定了自己是拿着手机上车的 不过小周最终没有在车上找到手机 小周说手机的关机键是坏的 所以手机还能拨通 但一直没有人接听 后来他想到可以查看手机定位 是去了西湖隧道底下 我当时我定位 他一打开的时候 一看 我的手机掉到西湖里面去了 我说这明显就是别人恶意做坏 是不是 后来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那我想那肯定是经过 车子经过隧道的时候 这个定位 定位每三分钟更新一次 形成一个小黑点 小周发现定位连成的线 大部分是笔直的 手机先沿着西湖隧道向南 后来又沿着中山中路 一路向北 最后停在了杭州城北 一所学校附近 小周和男友去实地查找过 没有找到手机 在线客服在电话里面 告诉我跟司机的行动路线 是高度匹配 让我马上把截图上传 给在线客服 但是当我上传完了以后 过了两三个小时 他给我回电 告诉我完全线路不匹配 滴滴出行 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 找过小周 核实定位信息 发现与司机行驶轨迹 不匹配 小周希望滴滴平台 能提供司机的行驶轨迹 便于排除嫌疑 工作人员表示 暂时只能给警方看 昨天就跟您说了 我带的电脑来 就是我们去派出所 让警察现场来看一下 西湖隧道那一带 就是上层区 没有啊 我之前去那天 去到冰江去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手机 没有啊 我的个气啊 我看了他手机 你的手机不是没用的吗 不是简直是 你说我就想生气了 你就这么说 记者把问题反映 给滴滴平台公关部门 工作人员回复 他们与后续乘客取得了联系 乘客表示 曾听到客服来电 并和司机一同寻找过手机 但没有发现 根据车内录音 没有找到疑似手机铃声 或者其他异常情况 181818红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